还是怎么剪呢 边眼球正中间往上这个宽度 取大概两根手指的量 如果你头发少的话就取三指 把它扭着转起来 想要剪纯八次刘海的就剪到下巴位置 想要空气刘海的就剪到眼头这个位置 修饰脸型的头发 取刘海边三指左右 拉到下巴下面一点 外长里短 剪刀要竖着拿 最后并脚取一点点 剪到和下额角差不多这个位置 然后这样就完成了 公主头才是男生心中的白月光吧 温柔甜美还嫌脸小 和男神约会这样渣 我会一点一点想你 一点一点放在心里 等到那天终于靠近 脸红海啸就像呼吸 会被白鹿的披肩没到了 主要是真的简单 头顶三七分往耳朵方向 变个麻花辫 去耳朵上方头发带出辫子 往下编麻花辫 一直编到底 另外一边去耳朵一缕头发 编个麻花 亲手一看就会了 就是素质在这个任意一点 你的刘海造型 精纯自然显脸小 任何脸型都可以hold住的这个刘海 到底要怎么打理 我先把很多的刘海都双全 这个发型其实也很适合 我们刘海有一点过长的时候 这样的刘海是像我这样子 盖过你的眼睛 然后两侧留两个这样的须须 这种刘海的剪法 我在这一篇视频里面有讲过 我先把我们所有的头发 这样子拉起来 整45度角 然后用一个这种纸板夹 不要用刘发棒 这样轻轻的往内长戴一下 让两边的这个头发 先有一个这样子 上后一个红度 两边长头发这个红度就OK 然后我看进它这样图里面 用这个虚线给它描出来 它的刘海是这样子 两边朝外走 中间有几根 一直垂到眼睛的这个长度 所以我们要把中间的这一片刘海 给它一分为二 跟我们正常夹刘海的方法 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45度 把我们的纸板夹进去之后 看正面啊 是这样子 慢慢的往我们耳朵后面 一边转动这个纸板夹 一边往后带 你看 它就是有一个向外的这种弧度 看一看这边也是一样啊 先是把我们的这个头发 拉到45度角 然后把我们的夹板夹进去之后 转正面看一下 它是慢慢的一边往下转 一边往我们耳朵这边带 这样子把头发打散之后 你看一下 它脸侧的这个弧度 就是这样子往外转 可以把我们这个全弓最高的地方 给包裹进来 然后像这种刘海的话 你随便扎一个这种高马尾 然后搭配一个T恤之类的 剪了短发也不要后悔 这样扎太好看了 头发中分 头顶取一缕头发 编成一个三股辫 皮筋固定 耳朵上方再取一片头发扎起来 掏个洞翻过来 再把刚才的辫子穿进去 拉紧一下 另一边也是一样的操作 好了这个发型就完成了 越简单越好看的日常披肩法 长发短发都可以扎 头顶取一片头发扎起来 耳朵旁边斜向上 再取一缕头发扎起来 旋转一下 右手食指和大拇指从下面穿进去 再把辫子拉出来 拉紧一下 再戴上一个好看的发饰 我这里戴上的是丝巾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越简单越好看的披肩法 你也来试试吧 前段时间看跑南白露的这个发型 真的好好看 侧面也超漂亮 那今天就跟你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发型 前拨一些刘海下来 在头顶分出一个区块 一股带着一股的 编成三股麻花片 编到耳后的位置 用橡皮筋给它固定一下 橡皮筋分出一小结 用橡皮筋给它扎起来 然后中间掏出一个洞 向内翻 拉拉蓬松 接下来呢 还是重复这个动作 当发尾的这一小结 最后一圈不要翻出来 然后也是中间掏出一个洞 向内翻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然后拿着我新版的蝴蝶结 夹在耳朵两边 再带上一个不灵不灵的发孤 就完成啦 好像太闪了 就把酷姐姐翻了过来 那今天就是这样 拜拜 大家都在蹲的发型叫成 它来咯 头发奔曲成两份 分别打麻花片 将一侧边发往上对折 尾部贴在耳朵下方 继续向上对折 中间用皮筋固定 再将整个发团向上折 一字加固定 侧面觉得不劳 可以在下几个一字加 没看懂的 我们再来一遍 向上对折后皮筋固定 发团整个向上折 一字加固定 到这步已经完成了 可以像我一样 再加假发条装饰 假发条的夹子 可以用发式折打 侧面觉得同样步骤 拨定假发条 用发式折打 完成 完成